小S的掌管作风火辣,但是回归生存时的她倒是一个碎到了的贤妻良母,的确小S在新砍招就蛮传统的。 在她的眼中不断视老公为大,小S的老公为她所做的统统,都能成为小S晒幸福的一个根据。 近来小S在网上晒起了老公给她做的大餐,当然是为了晒幸福的,结果网友们看到之后却笑话起了她,说小S对生存质量的要求太低了,没想到如许的几道菜,居然成为了小S生存中的幸福。 从小S的发文就能看得出,她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女人,老公帮她煮了一顿简单的晚餐,小S就满怀感谢了。 就算这用饭的桌子小,倒只能摆下两个盆子,小S也以为十分满足,还说大的桌子用饭会没觉得。 小S固然经常说本人是国际巨星,但的确真的是挺接地气的,就算是老公做的饭没有丝毫美感。 但是小S照就美滋滋地晒了出来,小S晒老公做的早餐,两个人也是相颤的朴素了,果然是走得喜欢道路。 但是却每个人配了双筷子,并且眼尖的网友说,这但明显都曾经经胡了,小S这照就很真实的不加滤镜的晒了出来,科技真的是没有一点偶像包袱了。 好多女明星都是杀本人风雅的小周茶,而小S却对本人的厨艺相诚有决心,每次做了新材都是拿出来跟大众分享。 但是网友看到后却说,这有什么可夸要的,真的是毫无美感可言啊。 但是小S却不以为然,照就经常晒本人,制造的美食。 小S说这个香菇饭是他本人做的,看这爸的样子,以为小S的话照就很有可信度的。 假如说看小S帅了美食,才发明他接地气。 只能说大众太不惨解他了,相比好多明星的机场街拍,小S在机场被拍到的照片,都是相称质谱了。 简单的贴家书是肥大的裤子,再粒上一个背了十年的包,便是小S的私服了。 不只是小S,就连他的几个女儿,都经常被网友披衣品卡,穿得还不如个平凡人家的孩子,进来小S晒美食,却被大众说,对生存质量要求低,的确我以为每个人都有本人的生存方法。 小S应该是更注意生存舒服度,而且不太在意别人的目光吧,因而小S无论是晒美食,照就出行,都比较以自我为十二。 而关于广阔网友来说,看惯了明星们晒的美食华服,天然会以为小S晒的生存过于平庸了,大概从网友的角度出发。 大众更情愿看到明星与本人分歧量的地方,但是当大众发明生存中的小S真的和平白人没什么去另外时候,大众的确是绝望的。